站在悬崖边或任何面朝Great Australian Bite的地方 从那儿眺望远处也能感受到一种大气和勃勃生机 这绝对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部分Great Australian Bite或生态系统能够维持运转 是因为有风力驱动的洋流上涌运动 因此从11月至4月 此处都会吹东南风 它们将这些由风力驱动的洋流向上涌起 穿过海底峡谷 将位于Great Australian Bite底部的富含丰富营养的冷水 推向水域表层刺激食物链 这为我们的优质生蚝和淡菜提供了食物 提供了食品链里的初级食物 供浮游生物食用 这种微型藻类也是水中一些微型浮游动物的食物 那些小虫不仅提供了鱼苗成长所需的食物 也是那些奠定食物链真正基础的鱼类的食材 正如Sadeen和Anchovish Lobster这类生物的食材 而Tosh Snapper和Salmon这类鱼的食材 鱼来自热带的下行卢蝇洋流汇合后 它突进Geraton, Perth, Albany 然后从那里进入Great Australian Bite 带来了金枪鱼等中上层水域的鱼类 它们来到此处是因为这些上涌洋流带来的食物资源 这纯粹是一个海鲜枢牛 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描述了 如果你喜欢多样性 它位于澳大利亚的中心位置 因为地缘上的与是隔绝 它拥有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各种特有物种 南澳大利亚州是澳洲大陆上最干燥的州 因此我们没有流动的淡水 提供营养以刺激食物链 虽然世界其他地方有流动的淡水 但你也可能因此摄入水中的污染 而我们这儿不存在这种担忧 因此这进一步增加了我们海湾纯净的特有天性 从而生产出这些优质的海鲜产品 Ir半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我们感到很幸运 向西我们拥有辽阔的Great Australian Bite 向东我们坐拥Spencer Gulf 如今Spencer Gulf开设了众多渔场 它们不仅得益于将丰富营养物质冲入海湾的上涌洋流 它也为所有鱼类提供了一个干净的环境 而鱼类的生存很依赖洁净的水质 每年只要水温达到与Great Australian Bite一致 就会产生倒流 这时障碍就会被打破 洋流不再进行单纯的循环运动 在水温变高后 它开始往外冲 所有的水都被冲出 因此在这种生态系统中 污染没有任何聚集的机会 我们在南澳大利亚州设立了 我们专门的水产养殖区 这意味着我们的部分水域 将用于水产养殖活动 在我们想继续发展 建立这些区域时 我们将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估项目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能确保能够控制对环境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 未来的海产品行业将是一个充满活力 强健的产业 我们已经拥有了培育海产品的绝佳环境 以及独一无二种类齐全的海产 这得益于它们都聚集在这一区域 此外我们还汇集了众多不断创新的优秀人才 它们将不断改进生产更好产品的方法 以满足市场需求 维持可持续的捕捞活动 可让你更长远地利用资源 并增加通过产品获得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